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才能签王王玉吗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位委员 就是隔空投票的委员 他有没有签到 现在好像都还没有说明 没有啊 没签到 他说他自始至终人都在国外啊 他没签到 我说签到不是有没有他的名字 这件事情比较吊诡吧 就是理论上是你签到之后 场内的议事人员就知道你来了 看到你走进意差 要表决的时候才帮你插表决 所以第一关的门槛是那个签到表 对啊 签到表 他没签 那签到表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这件事情好像一直没被理清 好像没有人说明 现在好像没有说明 我觉得好像应该回来先追究这件事情 是到底有没有人帮他代签 不过我代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真的没有签到 是他如果没有签到 为什么议事人员会以为他来了 是啊 然后帮他插下这个卡片 那接下来就会是 这两个疏漏都发生了之后 才会有人帮他带投票 所以看起来是连连闯关成功啊 就是非常容易的官官 你用的字也蛮好笑 你叫闯关成功 很多把关的机制 就居然最后投下了这一票 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国会现在有点荒谬 对 就我以前看过荒谬的 其实就是投票的时候 当然走过去的时候 因为大家位置一排嘛 走过去就 就这样一排按过去 有啦 这个蓝绿以前都有啦 建伟说这个其实 卢献怡根本没签到 我觉得就是问题你知道吗 他说他没签到 所以签到布上面也确认没有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新闻 是说签到布上面摸他的名字 是 因为反正现在看起来就是 韩国瑜的意识处是扛了啦 其实就是说这个是意识人员的问题 他说以后要看到这个委员 确认他有到之后才可以查这个卡 但我也很好奇 那个卡不是应该发给委员自己查吗 没有 之前都是意识人员查的 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或是这个方式 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批评的 我问了立法院说 为什么你们要帮委员查这个卡 为什么不是把卡给委员 因为你是看到人的时候 因为理论上委员他自己要投票的时候 他应该人要在场 所以他应该在场的时候 把那个卡插进去 他才能投票 为什么是先直接帮他查好 其实他应该是说我们之前的经验是 他也会看到委员在座位上 他也会帮你查 其实本来就有把关 这也是另外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他确实是人也没在那边 那他到底是怎么把他查上去 因为你刚才讲说 应该要看到委员在才能查 那我那天就问立法院 我不能讲是哪个单位 我问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卡 不是发给委员自己 因为你现在你讲到 把路完自己也可以拔起来或干嘛 有些是留在那边 意识人员都把他拔走的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因为怕发给委员会弄掉 其实我觉得市委员 发给委员或是意识人员查 其实不太是重点 因为发给委员也是要看到委员本人 那意识人员查也是要看到本人 那的确说委员会不会带走 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到底意识人员怎么确认的 他第一个没签到 第二个是他不在座位上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都没有被拎清 然后就发生了这么离谱的现象 那包括党团里面 谁可以帮他带投票 这应该是党团里面 也应该要来做纠正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所谓的关关难过关关过 就是一路闯关成功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夸张 这我觉得会前回千古奇案 而且我记得这段时间 遇到国民党 我发现最团结就是这时候 因为我们问他到底是谁案的 没有人要跟我讲 了解 因为他们都死不讲 到底是谁案的 因为其实老师讲 立马院会不会拍到 其实因为这个 你也知道 就一定是记者 从下往下拍的时候 才会拍得到那个脸 有时候走过去 这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立院小故事 就是如果在野党都要做海警第一排 因为第一排最容易被拍到 对